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向前上方可以发出横劲 横劲呢就是说这个躯干的动作要领度一样 叙事扣舞然后呢发力的时候 锅整个弹起来 然后呢这个两个肩膀呢 两个肩膀的是向前 然后呢最后呢到手腕 然后就是说手背就发出去发到末梢 然后呢叙事刚开始的轻一点啊 然后发力的时候呢 这个呢续好 开始发 然后换这只脚也一样的续好 然后呢发力 去 好 发 就是说慢慢的熟练起来以后呢 你可以就是说发的力就会 呃越来越短 就是你的那个 从发出去到达到最后的呢 都会越来越短 那么手你就算是伸出去 因为这里能弹嘛 你就是伸到底了 它同样还有一点点的力能透出去了 那么 我就算是手平行的伸到底 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 你只要有这个扣波 然后折叠这两个能出来的话 你那个力呢 就算是手伸到底 它还能扣出去的 哎这个呢就是捧劲 就是这么一个 然后基本上呢熟练了以后 就不需要什么我叙事发的 我摆好了之后 那随时都可以有一个 发力的这个这个这个 呃就是功能在 这个呢就是说 哎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说你全身具备了发力的功能 然后呢找机会发 其实这就是无敌状态 就是啊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好